市长柯文哲说明 台北市快筛阳性率已经降到1% 可见社区普筛效果已经不大 他宣布两大清零新措施 祭出强硬手段 誓言再一个月达到清零 以前我们确诊者 允许你住在家里 从现在去通通不准 一旦你是确诊者 当然严重的要住医院 就算你没有症状 你也要去住防疫专责旅馆 因为从台北市的经验 统计数是这样看来 家户感染占43% 所以常常是爸爸感染 然后一回家 传染给太太、传染给小孩子 甚至传染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如果我们让确诊者留在家里 这个可能会造成家户感染 然后这个家户感染 又有可能去外面传染给其他的人 所以从现在起 除非你有很强的理由 其实再这样强 我现在也觉得不可以 所以如果一旦确诊 症状有症状的去住医院 没有症状的 一定要送到防疫专责旅馆 因为我们必须切断这个感染源 如果你真的要留在家里 你要写切结书 以后我们不给你任何赔偿 这个死在家里 怪政府什么照顾不做 你本来就应该去防疫专责旅馆 接受医护人员的 这种monitor 英文叫做监控 再来 因为我们要做清零计划 你知道 当这个整个普篩的阳性率 不到1%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没有效了 所以我们要做 以确诊者为重心 然后做同心员 找出那些可能感染的人 要来做筛检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知道 我们所有可以动用的这种 健康服务中心的人力 要去做确诊者的精准疫调 然后从这个精准者疫调 你知道 找出那些可能被感染的人 我帮你出计程车前 我帮你出这个快筛的费用 但是你必须去快筛 柯文哲表示 强硬策略是为了打断病毒传播链 否则无法清零 要让台北市警速解除三级警戒 必须请市民朋友配合 预防隐形传播链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